据2020年GDP50强城市中 六成超2万亿 江苏涨9席 另有23个城市突破万亿大关 新增6个城市 分别是泉州、济南、合肥、南通、西安和福州 从头部城市来看 2020年GDP 前十名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 其中排名前六位的城市超过2万亿大关 比上年增加一个 即苏州 苏州2020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1亿元 同比增长3.4% 全市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6.5% 年末有效高新技术企业近1万家 总数仅次于四大一线城市 位居全国第五 在新一线城市中领跑 从50强城市的地区分部来看 东部地区高达34个 占达68% 中西部共12个 占24% 东北共4个 占8% 这四个城市全部是副省级城市 从省份来看 其中江苏入围数达到9个 浙江达到7个 而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有4个 其中江苏以9个位居第一 分别是苏州 南京 无锡 南通 长州 徐州 扬州 延城 泰州 2020年 江苏第一次有两个城市 积深全国10强 即苏州和南京 相比之下 第一经济大省广东 入围50强的城市有4个 分别是深圳 广州 佛山和东莞 深广佛馆四成GDP之合达7.3万亿元 占全省的三分之二 相当于第三经济大省山东的GDP 50强城市 有二个城市来自中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没有 普通地级是上榜 这二个中部城市分别是洛阳和襄阳